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1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電腦鍵盤的部分 那這一個是我目前在使用的電腦鍵盤 這個是機械鍵盤 然後它是藍軸 所以它聽起來 聽起來就是清脆的感覺 所以平常打字就是打打打 好像打字機 結果這個鍵盤是全尺寸的 所以它包含了數字鍵 跟我們上下左右鍵 跟Home啊 PageUp、PageDown之類的 到目前使用的軟體 都是右手在滑鼠上面 左手在鍵盤上面 那這樣子我的中心就有點偏右 就變成我的右手要伸遠一點 左手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可以買一個比較小的鍵盤 就去掉我們的數字鍵 跟我們的上下左右鍵 這裡全部去掉 所以我們就買了今天的60%鍵盤 就是這個Docky 12 mini RGB 版本 那這個是60%尺寸的版本 那去掉的數字鍵 去掉的鍵頭 PageUp、PageDown 希望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 然後來試用看看 你有什麼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買的這個型號是 DKON2061 這一家的鍵盤 我其實已經關注滿一陣子的 它是台灣製造 然後也是台灣公司 去電腦展都會看到這一間公司 就擺很多很多 各種不同顏色的鍵帽 在裡面展覽 那我買的這一款是N軸的 所以還滿稀有的N軸 然後小尺寸 你們就知道我要做什麼奇怪的事情 OK 這就是我們的超級迷你的Docky 12 mini 60%的鍵盤 哇塞 真的超小 我們先來聽聽按鍵的聲音 OK 我們盒子裡面就有說明書 然後有一條Type-C的連接線 還有特別花樣的空白鍵鍵帽 超帥 這個好漂亮 它還附給你幾顆特別顏色的鍵帽 就讓你可以自己來更換 像是它原本 它上面的那個Enter鍵 它是用成藍色的 那它附給你一個黑色 就可以讓你變全黑 或者是你想要多一點點綴的感覺 你可以換一些像是 EX ESC鍵啊 或者是上下左右鍵之類的 然後換成不同的鍵帽 真的是超帥 當然機械鍵盤還有附給你一個拔鍵器 就這樣子 那我們直接來玩玩看我們的鍵盤吧 那這一個鍵盤的鍵帽 我覺得它的品質沒有到非常好 因為它的邊緣都有很多的毛邊 那有的鍵還有一些缺角啊 或者是有一點瑕疵 就變成沒有到很精緻 但是就是整體算是還可以接受 那我們鍵盤上面的空白鍵啊 Enter跟返回鍵 這種比較長的按鍵 它下面都有兩個輔助的插銷 就要讓你的按鍵更穩定 就按起來不會晃來晃去 有些比較便宜的鍵盤 它中間而已 然後它旁邊沒有 它就會變成晃來晃去 就按一下然後它就會 買這個60%尺寸的鍵盤 我當初有一個疑慮 就是說 欸 60%的尺寸 到底怎麼打注音符號呢 因為我們注音符號不是會 按上下左右鍵來選字嗎 那如果我們把上下左右鍵去掉 我們到底怎麼打注音符號 那我就上網查一下 原來我們60%的鍵盤 它就會變成有一點像是 有第一層就是你看到的ABC 然後注音符號這一層按鍵 那第二層呢就是按著Function 然後它下面就寫第二層的按鍵 就變成我們上下左右鍵跑到這裡 那我們連我們的PageUp、PageDown、Home跟End、Delete 也都在第二層按鍵裡面 那我看了一下Ducky的網站 它其實還有第三層 就是更特殊的一些功能在裡面 還有像是我們的音量鍵、Function鍵 還有我們的滑鼠快捷鍵 跟我們的RGB顏色調整 因為這個是RGB鍵盤 所以你的顏色調整也都在第二層按鍵裡面 沒關係我們就直接接到電腦來看一看 到底好不好用呢 OK 我們用了幾個小時之後 我們其實還蠻多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第一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的腳 這個腳它其實蠻高的 比起其他平常的電競鍵盤 或者是普通的鍵盤來說 它的腳算是蠻高的 所以它的傾斜角度就又更傾斜 打起來更舒服 我覺得還蠻棒的 它的鍵帽的觸感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有一點像磨砂的感覺 而不是那種光滑亮面的 就是如果其他亮面鍵盤、鍵帽啊 就是你指紋啊或者是有油油的手去打字 它就看起來油亮亮 但是這個就不太會沾什麼指紋在上面 就是有一點磨砂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鍵盤是RGB背光鍵盤 那它每一個文字都有開動 然後讓那個光可以讓它出來 但是我就發現有幾個按鍵 它的開動沒有開好 就是它裡面開動的地方 有黑黑的地方擋住 所以你背光透不過來 就是我覺得應該算是瑕疵嗎 我應該會把它退貨 然後再買一個看看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而且不只只有一個按鍵是這樣子 像是我左邊右邊的Alt 都有黑黑的就是光透不過來 然後還有一些數字鍵 像是0啊 還有我們的A 就是有還蠻多按鍵的 它就是讓光透不過來 我覺得這算是瑕疵吧 那剛剛講到RGB 那我覺得這個RGB鍵盤 它的背光其實蠻亮的 算是非常非常的亮 比起我舊的還要亮 就是還蠻讚的 它可能是因為它下面 這裡面的框框 就是鍵帽下面的框框是白色的 所以反光看起來更亮 但是整體看起來就是很亮 我覺得而且又很鮮豔 我覺得還不錯 下一個點就是我覺得沒有太精緻的部分 就是它下面其實還蠻容易看到 它裡面的螺絲的部分 所以你在鍵盤的正中間 裡面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螺絲在裡面 左邊右邊也都有螺絲在裡面 就變成 你看一個漂亮的鍵盤 然後一看過去就看到螺絲 我覺得應該也不太好 像我舊的鍵盤 它的螺絲都在底部 從後面鑽進去的 所以我正面的時候 看起來是非常非常乾淨整齊的 但是這個就直接一眼就看到螺絲 我覺得 啊 設計問題吧 Ducky這間公司 它有非常非常厲害的硬體控制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有電腦存在 就是你上面所有設定都存在這個鍵盤裡面 而不是存在電腦的軟體 你完全不需要下載其他的什麼Ducky軟體 Ducky也沒有任何的其他軟體 全部都內建在這個鍵盤裡面 從最簡單的RGB調整 就是單獨按鍵 然後你要單獨按鍵調整成什麼顏色 然後有調色盤 全部都內建 其他鍵盤可能需要下載其他的軟體 才能調整說它的顏色 然後跑馬燈效果 或者是有什麼奇怪按鍵 單獨按鍵要亮的 但全部Ducky這間公司 全部都內建在這個鍵盤裡面 不用下載任何軟體 我覺得這個是超級厲害的 然後最下面這一排的功能按鍵 全部的位置都可以調整 所以我已經把我的FUNCTION 跟Windows Key兩個對調 我們就可以輕鬆調整 完全不需要擔心 還要下載軟體的問題 直接全部硬體解決 真的是超級讚 剛剛我還有玩到一個超級厲害的 就是它可以改變按鍵的功能 像是我可以按A 然後我就可以貼上之類的 然後我可以按Z 然後我就複製之類的 就很厲害 它這全部都是硬體耶 超猛 你就可以改變你按鍵的功能 這超瞎 那我剛剛也有打一下字 就是變成打注音的時候 你要按上下去挑字的時候 你還要按FUNCTION 然後按上下 這個可能需要再習慣一下 然後還有Delete 就是也要按FUNCTION 你才能按Delete 還有一些上面整排的FUNCTION鍵 都是要按FUNCTION 然後再按數字鍵 就變成有些沒有單獨的按鍵 就是沒有獨立的按鍵 你就要組合按鍵 所以如果你的軟體 需要常常使用到Delete 或者是F1到F12的話 你可能就不太適合這種60%的鍵盤 因為你變成你要按FUNCTION 然後再去按這些FUNCTION的按鍵 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再補充一下它的鍵帽的設計 它的鍵帽設計它有一點這樣的曲線在上面 所以其實每一個按鍵都還蠻分明的 就是你不太容易就是 摸摸摸然後就會按錯 那最後我來講一下一個還蠻特別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按FUNCTION 然後這裡全部都變成滑鼠的按鍵 像是滑鼠的上下左右 左鍵右鍵跟滑鼠的滾動上面滾動下面 所以你其實用一個鍵盤 你就完全不需要滑鼠 就變成你用鍵盤就可以控制滑鼠 你的游標在哪裡 然後左鍵右鍵複製貼上 你要處理任何事情 全部都可以用單獨的鍵盤就可以解決 但是它的移動游標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慢 就 你從左到右可能要超級久 那如果你有滑鼠的時候 當然還是用滑鼠會比較快 但是你剛好沒有滑鼠的時候 哇 鍵盤真的是超猛 你直接用鍵盤可以控制你整台電腦 真的是還蠻特別的一個功能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個60%鍵盤 那它所有的功能也都符合我的工作需求 那雖然Ducky這間公司做的鍵盤都算蠻便宜的 比起其他公司像是海盜船啊 或者是其他公司動不動就5000多塊的鍵盤 那這個算是比較便宜的機械鍵盤 然後你又可以拿到比較好的軸 像是我們現在用的是銀軸 那但是它的品質我希望可以再更好一點 就是至少看起來是精緻的 而不是鍵盤都有毛邊啊 然後有瑕疵凹凸凹凸的 嗯 品質變好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可以推薦給大家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Ducky12 mini RGB 60%鍵盤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請問這間影片還有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分享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